生肖兔,人这一辈子,基于男童,因缘割异,一帆风顺也好,别当起伏也罢,还是平淡普通,都是自己的命运,那些走过的,偶遇的,相逢的,别离的,都是唯一,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不要抱怨事态,不能抱去底线,不必急恨他人,生肖兔的人早三隔月饱受官,因受情良生心作祟, 因此部分人运势不佳,事业运频频,事业运频频的状况,九月开始吉星庇佑,到时候运势提升,才到桃花道,倘若把握住好运,将会福瑞不断,另外生肖兔的他们懂得为人处事,身边自然不缺贵人朋友相助,将来贵人出现,生活非常的幸福,属兔的人心底善良,性格活跃, 九月开始机星照耀,届时整体运势回升,财运滚滚,倘若把握住好运,获得的硕果让他们更加有信心,此外生肖兔之原因好运影响,工作中随着人脉逐渐宽广,今后事业中权力和财富都得到提升,并能加业兴隆, 九点要综合运势,今日行事重在一个桥子,如能审视度势,把握时机,将会获得不错的收益 事业运势,事业运势平顺,虽然有点是自己的机会,那就先好好准备吧 财运运势,财运平淡,不适合进行投资或理财 转情运势,看着楼下兮兮然然的人群,有着一种孤独感环绕在胸口 健康运势,健康运平稳,适合食用带有辣味的食物,有利于运势 属兔,吸引人的魅力点,娇弱,娇弱的人,往往最能吸引别人的保护欲望 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们都是中坚持让老弱病残,率先脱离险境 这也就是传说中的人道主义 其实,在更多的情况下,一个恰如其怪的娇弱表现,却能让它成为最吸引人的魅力点 生肖兔最吸引人的魅力点就是他们的娇弱,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是绿茶表的表现 可是,你们别忘了,人在这个社会,在整个地球上,仍然是相对弱势的 所以,在干示弱的时候示弱,一点错误也没有 更别提属兔的人,他们的性格就是那么的惨弱了 只是刚好,这样的性格变成了他们最吸引人的魅力点 处徒的人几点出生最好,哪个时辰出生最好? 突人生于五时上午十一到一时,夫妻贤美,又难得救,零为无事儿 突人生于卯时凌晨五到七时,大财大幼,千里微生,明阳四海 突人生于此时半夜十一到一时,迎心送救,一片风流迹象 文心提示,人的一生有其有落,就如那潮水那样,咱们的运势也是如此 许多人对现实生活感动苍茫,无法 工作上不顺心的是许多 财富也并没有逐月添加 这些各种因果业障 心魔和雄心作乱 既得不到摆脱 建议请一个属兔人抓属软运狩猎 除了保佑自身六优大顺以外,也能保佑家中亲人一生顺遂平安 还可以帮助你扬长臂短 新人脉,乐吉祥,招财员,望事业的功效 让你生活顺利,事业顺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也可注望你的事业运,官场如鱼得水 职位步步高升 达成目标,做事越来越顺心 运气越好钱越多,属兔人抓属转运狩猎 才愿失业婚姻必备 祝愿属兔的朋友 也请你们替你们 身边属兔的亲朋好友送上祝福 点亮,并转发 转发为更多人带来福气自己各式手流鱼香 福气迎门,喜气洋洋 祝你们,福如东海 幸福安康,财源广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